TVB著名監製黃森惠宣布榮憂 日前一眾台前幕後 為她舉行榮憂晚宴 現場聲光響響 當然不少得Amy姐愛將鄭家榮 Amy姐有沒有計過 其實在TVB做了多少部劇 這麼久以來 多少部劇就沒有計過 多少年就比較容易計 我在TVB35年 所以剛才看過牆上的圖片 都忘記了這麼多 我拍了十幾部 你拍了十一部 你有三分之一的作品 都是出自Amy姐的 十一部這麼厲害 我經常被Amy照廢 她教會了我一件事 我很記得一次她叫我上去房間看片 因為外景和廠不接情緒 還要重拍 還有松哥 你想想 以我一個新人來說 有多大的打擊 怎麼跟松哥說 她說她出聲 就好一點 那就重拍了 但我永遠記住 接著一些情緒 無論你跳多久拍 前後也好 你的情緒一定要接著 Amy跟我拍了一部劇 《巨倫儀》 剛才Amy的分享 其實那個角色 是一個很大挑戰性的角色 還有對我來說 最難題是 因為我沒有做過這些 不是乖乖女的角色 我覺得Amy給我這個挑戰 是一件好事 我記得拍《烈火紅森》 她找我做消防員 我便說Amy做消防員 好像沒甚麼發揮 會不會給我更多發揮 她便說 看又如何 之後她給了我的驚喜 就是我開台消防員 然後她的角色就轉了 做一個黑社會犯派 所以我很感激她 她很將每一個演員的角色 她都放在心上 我和Amy就拍過兩個劇 第三個是客串的 她說給我聽拍兩集 我拍兩集 對呀 不過有得去泰國玩 最終全街都是泰國 最辛苦都是《烈火紅森義》 你知道當時 經常在這裏放火 還有當時的技術 沒有現在那麼好 很多事都要燒真 挺辛苦的 但拍完之後出來的效果很好 除了藝人同事這麼有心 TVB主席許濤先生 也特別頒發榮優金牌給Amy姐 表揚她為觀眾製作了 這麼多繪疾人口的劇集 希望她好好享受退休生活